这件事太令人气愤了 黑龙江五常市一名患者家属叫救护车 55公里价格居然从1000多元涨到了3000多元 而且是直接在半路上坐地起价 要么给钱 要么就把病危的老人半路扔下车 患者家属王女士说 自己的母亲身患重病已经无力回天 家属想要带老人回家度过最后的时光 于是就在10月27号晚上拨打了急救电话 想要叫一辆救护车回家去 但是五常市人民医院接线员说 没有救护车了 可以帮助联系其他车辆 王女士联系了救护车 对方说要需要1000多元费用 虽然医院距离家里只有55公里 但是因为是晚上 王女士也就同意了 司机刚开出市区不久 就要求家属支付4、5000元的费用 王女士非常气愤 这双方因为费用发生争执 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一片荒地里 就开始强行拖拽病危的老人 王女士都气哭了 因为母亲是重症 全身没有穿衣服 只盖了一个毯子 司机却毫无良知 以此威胁王女士给钱 不忍心母亲被这样扔到荒地里 王女士无奈地支付了3140元 王女士问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 对方说用了她车上的设备就要给钱 医院里讲好的价钱只是车费 有人说五常市人民医院的接线员 居然给患者家属找了一个黑救护车 其实呢 这个我在邻居里做记者的时候就采访过 120救护车一直是稀缺的紧急医疗救护资源 为了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大部分城市的救护车直接不送 也不提供长途跨省运送病人 这也导致了大量的非急救用车患者的转运需求 无法被满足 因此呢 就有很多民营的救护中心承担了这样一部分转运需求 但是个别民营机构运营后缺少监管 把一个小小的救护车变成了横行霸道的工具 视频中的任何一个附加费用 要是不及时给钱的话 你看这个司机就会兼职打手了 这个救护车它并不在乎能不能把病人安全送达 它满脑子都是让你如何掏钱 我来说一下黑龙江省120救护车目前的收费标准 院前急救费用是150元每次 救护车起步费用是10元3公里内 3公里以外部分2元每公里 经费复苏抢救的费用是100元每人次 按照这个收费标准 您算算55公里大约需要多少钱 对于这种黑救护车一定要坚决取缔 这不仅仅是毫无良知 更是违法犯罪 也损害了一个地方的名誉 11月4号下午 涉事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 涉事人员已经被开除 一名官方人士也告诉记者 现在纪委部门公安部门卫健委部门 都在跟进处理 具体情况等待官方通报